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顺利成心 由辅大医学系以及护理系的学生 组成的坦商尼亚医疗服务之工团 在那里他们实行卫生教育 以及妇女小孩的医疹 帮助他们从事健康与干净的生活环境 我们主要focus的地方是在 就是妇女妇产的相关知识 孩子出生可能会遇到哪些状况 然后要怎么照顾孩子 因为他们的高中生 以女生来说 就是毕业之后如果没有继续升学就是结婚 然而身为义工团体 至今就是最大的难题之一 要想很多很多的管道 然后让大家更了解我们 然后才能慢慢累积这样 团员在负责我们终于算贷五分之一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政府机关教育部青年署 就是有特别在赞助就是海外资工 就是我们从去年就有在一个群众集资的平台 就是在那边有宣传我们的活动 然后我们也从那边募集到我们一部分的旅费 一个协助大众募集资金的平台 提供有想法却没有资金的人 在这里发起募款的活动 无论是志工团体或是社会运动 只要有想法的大众 都可以在这里投入自己的企划 募集资金 给有梦想的人 一个实行梦想的机会 台南市观庙区下湖里的观地庙 有着一群热爱打面宋江镇的人们 传承最传统的打面宋江镇脸谱 但由于人口老化以及人口外移 渐渐地参与的人越来越少 透过公民记者的记录 带您去认识打面宋江镇 因为我们这是打面 打面座的含义的 人家还有三个资源 不然你也认识白的资源 很少的 我们这算是代表人物 打面才有代表人物 以前的水合团里面的代表人物 这样才会比较特殊 他们的脸谱就是比较传统 就是笔法 笔法的画法 脸谱的样式都比 其实比我们比较特殊岗丁的名剖和他传统 对然后这样子从他们去年十月他们就一直练习下来 就是都会偶尔会来帮我们就是来看这样的 然后那个镇丝跟比较特殊岗丁是有还是会有何一样 年纪大了就是 但是大家尽情尽量 大家这些 挑送这张的朋友 最小的是十五岁啦 年纪最大的是六十三岁啦 因为我们的孙女太小了 总共的轮口差不多三百轮左右而已 住在现在的孙殿的轮口啊 那其实都是大部分都外出 那现在有些兄弟是从外面进来的 都是穿着他们这样就是搬出去 但是都大家回来帮忙 有很多都是这样 有个是伏击党 兄弟党 父子党 住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些地方 这个村里面 这个区域里面 可能有些地方 你都没有去过 那些地方 那你今天就是整个 绕境之后 你会去 就是会到他说你已经不曾去过的地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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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